此期日本勘灾团早上透过视讯向政言上人报告了最新的状况 也讨论中长期的关怀计划 而刚结束日本勘灾行传的宗教处同仁 也分享了这次政灾的感人典滴 此期日本分会为基友发放热食的日子 志工仍然留下部分人力与台湾本会进行视讯会议 灾难发生至今已经二十多天 除了挂心当地的辐射危机 这因上人也关心灾区的生活现况 前往日本勘灾发放的宗教处同仁已经回到台湾 并向上人报告灾区所见所闻 会中也转成跟着慈济随行采访的资深媒体人方电华亲笔姓函 慈济在日本的动员与救援令人感动之余 借着这场复合式大灾难 向人呼吁人人要提起悲心 也呼吁要戒胜虔诚和自然和谐共处 在这样的情景之下 可以叫醒人人 让世界的人看到了这样的灾难 不只是隔岸观后 应该就是要有那一分的这种同体的悲感 借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说 天灾或是现在日 我们应该要以共生息的心态 来看日本这样的生态 慈激在日本短期的热源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不过当地志工正多方进行勘察 引以终长期的后续关怀计划 大约新闻林国心刘洪志 郑盛民花联报导